黑鐵泰魯格號坐起來舒適又快速 是民眾出遊搭火車的好選擇 但只有民眾坐到一半嚇了一大跳 一整片車窗滿是裂痕 從中心空洞向外擴散碎成蜘蛛網撞 民眾拍下這驚悚照片 這列402列車22號青金華蓮萬榮到光復鄉 從車頭數來第一車21號車窗 突然變成這副模樣 內層網好玻璃外層卻是碎成不規則孔洞 一度傳出是被BB彈攻擊 經過初步調查疑似因為列車高速行駛 到達時仰起碰觸才導致外層破裂 早上9點多的時候有接過 民眾說在402次列車有玻璃破裂 本身是成不規則的狀況 然後內層也沒有破裂 所以它本身來講的話是動能是不足的 台鐵車窗破裂已經不是頭一回 曾經就有一列開往瑞芳四角亭的普悠馬列車 外包商施工不慎 吊車當場撞擊經過列車車窗裂成蜘蛛網撞 另一輛泰魯格號則是行進高爾夫球場時 結果高爾夫球彈飛場外 泰魯格號車窗瞬間破裂 索性同樣都是外層受損 沒有波及內層 只是台鐵車窗一再破裂 目前泰魯格號已經開回台北檢查 初步排除是人為破壞 只是到底是被什麼擊中 鐵路警察繃緊神經 要釐清事發原因 記者劉璟焦歡迎報導